Miradio 还有一个 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买Radio 现在除了经买PayPal 还可以经买PayMe 转速快或Patreon交月费 买房子去英国 云原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 我们有长期展宵 有专人为你代办BNO5加1 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 一站式服务 为你解决所有疑难 买机票还有机会拿到优惠 快点打来 621-4438找宋生了解详情啦 天天天临 主持 謝二芳 宋景辉 钱兼荣 张三 好了 我们继续了 不讲废话了 总统 这个 不要说其他了 我们在讲 什么叫做 懸崖式的腰斩 雪品式 那就是 总统 总统蔡英文 去年 2020年5月第二任就职的时候 有九成三的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就是说 基本上二十到二十四岁的人 如果以这个数字看 一百个里面 就是有九十几个 93个 有九十几个支持小英 剩下来的七个 未必支持国民党 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 如果从这个数字看 二十到二十四岁 基本上没有人支持国民党 没有人支持国民党 那就糟糕了 但是 今年 即现在 刚刚八月份 最新的民调 就是 跌了四成七 大家值得留意 因为去年五月到今年 和今年最新 其实 有一批 去年十九岁的 入了 入了 二十岁里面 有一班是二十四岁 现在被二十五岁 又脱离了 这个群组 所以 里面 是否说 入了十九岁的一班 全部都是反对小英 呢 这个也是很深思的 好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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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在这里说完 说了蘇貞昌 是 蘇貞昌 44.3% 民众 表示满意 50.05% 是民众 表示不满意 不满意 大于满意 都算明显 至少6% 是 所以 比上个月 减少了 2.8% 不满意 比上个月 增加了1.6% 差不多 加上 大概 相距多了3.3% 所以不满意 创下了 蘇貞昌 就任后的 新告 所以呢 蘇貞昌 就是 我这么说 作为一个 酷利 是 他真的 做得OK 他都 强硬 虽然是酷利 有些事情 我觉得 一个行政院长 那个魄力 是应该 有他这样的 有他这样的 手腕才行 虽然 有时候 我们觉得 譬如去到 最近一次去到 这个机场 海关 海关 就说 喂 不是 他说 你们 进来的 照X光机 他说 究竟你们 是不是见见照 因为当时 蘇貞昌 就说 你们要人 我给人 你要钱 我给钱 总之 所有每个旅客的 手提行李 必须要经过X-ray 是的 那为什么有这件事呢 就是因为 市面上 发觉 就是有人 在手攜行李里 里面 走私猪肉 里面 发现有非洲猪瘟 苏英昌 就是在机场 就是在海关上看 他不是 只是指着来骂 就是当记者 骂那些官员 当然 他也要自己表现霸气 是的 但当然 这个他骂 骂得很个人 但是 反而得不到 一些 就是说 刑莫前面 那些市民的 认同 所以这叫酷利 就是这样说 当时机场那些 所谓的 那些负责人 他说 你现在要求你100 那你究竟 你们现在做到多少 只有2% 98% 是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刚才你说了 因为有些走私 这些猪肉的制成品 是发现有猪瘟 其实就不是在这里发现的 是发现在哪里呢 是一些叫做 厨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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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厨余是给猪吃的 厨余里面 发现了有猪瘟 好了 如果台湾是没有 如果有非洲猪瘟的话 应该是没有的 厨余也没有 是 为什么厨余里面 发现有非洲猪瘟 那就一定是 你有人将 那些猪肉的制成品 进入了 而它是有非洲猪瘟 所以你才有厨余里面 发现有非洲猪瘟 那他说 那非洲猪瘟 被猪吃了之后 以前就是这样出来的 所以变成了 苏貞昌的发火 我又不会觉得他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 你要去 在记者前放官威 似乎又不是 你骂应该是骂上面 是 骂也骂你内政部长 也不是这样在记者上面骂的 你可以捉到所有人家产 在会议里面一只只吵架他们 我觉得没问题 你骂应该是去骂内政部长 由内政部长处理 你骂下面那个 没有用的 因为 不是去政策 不是去顶 你那个 你是不是传检 不是去顶 那 所以就 变成了 因为 其实这件事 在非限制 猪肉的制成品入境 其实已经说了很久 是前年开始 因为当时 也不是前年前 19年应该 不止了 因为 台湾 那个猪瘟 其实 就是糾线了二十几年 那应该是2019年 就是可以 就是 随液 在疫区里面 就是随名 那你的猪脊 就可以外销了 是的 所以 大家很紧张 因为现在 在2020年开始 台湾猪肉 已经可以外销了 好了 不说他了 总之就是 这个也是 酷利 那 总统蔡英文 在第二任 将 在2024年戒满 美丽岛电子报 就说 近日调查民众 对2024 总统可能的候选人 是谁呢 以及 这个 蔡英文的政治信任度 结果 显示新北市的侯友宜信任度 指数最高 去到72.4 哇 那就是 就算朱立伦 或者 这个 啊 啊 我们是谁呢 江启臣 江启臣 我們江启臣主席 就是在2024上出来选 都有问过侯友宜 尤其是 是的 侯友宜更加选 但是侯友宜好像不是党员 不是 国民党籍 大哥 不是 他是征召的 他跟国台一样 好像是国民党员 好像是国民党员 好了 那 一路排名下去 副总统 赖清德力59.2 相差都有十几百兆 鄭文燦有58.58%,比賴清德少了1.8% 柯文治55.9% 都有相差,與鄭文燦相差2.8% 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54% 如果蔡英文再選,蔡英文當然沒有機會再選 如果蔡英文再選,他也有47% 有些民調者用來玩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 當然現在說2024年太早了 你還要經過2022年的9月1日選舉 原市的選舉 9月1日選舉和總統選舉是兩回事 9月1日選舉國民黨大勝 總統大選就輸到混蛋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些就純粹拿來在現在過渡 每一個人有意想參選 或者大家覺得他會參選 拿來排名 意見不大 在上個星期就有個政壇的留言 就是說行政院長會在10月換人 其實去年就說聖誕會換人 換到現在 蘇英昌都還坐在那裡 在這次的留言就說 鄭文燦在10月接行政院長來做 然後前幾天總統府出來否認 到時會不會呢 因為以小英政府的做法 他昨天否認不代表明天不會做的 是 因為剛才說的20到24歲 對蔡英文的滿意度 他的支持度不是那麼 跌了一半 所以全黨為何要救小英呢 因為這一群人不滿意 不滿意蔡英文 最主要就是打不到疫面 因為所有的一到十幾的 所謂的次序 完全是把這一群人 就飛了出去 所以這一群人就很生氣 雖然現在有高端打 但問題是 這群人都未必喜歡打高端 雖然我們支持高端 不打高端的人不愛台灣 但你真的叫我打 我又未必打 不過我口喊一定喊 就像蔡丁怪 他自己回到美國打 然後叫人去台灣 一定要打高端 所以大家覺得 國民進黨不可以遺棄這一群 20到24歲 這是新生的力量 所以全黨要救 所以他們出了一個聲明 呼籲他們 輪到你就去打 BNT換你打 最新的就是復必泰 將會到台 已經開放了 就是御仰 那就是 四英政府 或者應該不到 少英政府 不是少英政府管的 就是蘇英昌他們管的 那就是 開放給年青人去打 好 因為他是前兩日 前一 前一 今天是前一 前一 應該是 十 十 十一 十一點一晚 就是兩點 就是他有個時間 由那個開始 就可以進入這個 這個apps裡面 就可以預訂了 嗯 一個小時裡面 是湧入了十幾二十萬 結果又是 又是令到那個 當機 就是所謂 網路塞車 那麼 這個呢 打高端 就沒有什麼情形出現 所以呢 從可以 因為這個是 開放就是那一堆 那一堆 二十 十八歲 到二十幾歲 那這一堆人 就是說 這一堆人口說 我們支持小英 我們支持高端 不過 如果有BNT的話 即這個復必泰 我也是打復必泰 所以呢 大家湧入這個apps裡面 很多就說 喂 我是登記了高端 我現在想改 行不行 那麼 為什麼我沒有改 改不了 政府解釋 因為 你們預約了 你要等過了期 就是到期你不來 這樣才可以重新登記 那或者一部分呢 就是說 在八月三十一號 下午 你才可以去改選 那就是呢 講到這個BNT 即是復必泰的入口 那又 在上個星期尾 那又有個新的進展 是 這樣就 那 這個這樣說 我們先說一下 那些年輕人 所以呢 就是 那些立委就說 他集體向這個指揮 翁心呼籲 應該比十八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 優先私打 因為這群 這群是孜儀小櫻 這群是孜儀小櫻 不可以放棄 有哪些人在吵 一些三十幾四十歲的班 那群 為什麼你排來排都排不到我們 陳時中表示 對於年輕人打疫苗 會謹慎以對 希望有好的辦法 讓年輕人能及早打倒 那剛才謝公說的 就是那個群組裡面 就是年年的群組裡面 其實四十幾歲 就是中年那群 是對這個民進黨 就是小櫻的施政 是很反感的 反感得來 那你既然對我反感 所以懲罰你了 四十幾歲 由開始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打彈 沒有打彈 即是無論是Moderna也好 AZ也好 高端也好 除非你是特別的行業 即是你是公務員 即是那些什麼公務員 跟衛福有關係 所以這一群人 當然 你說是特地針對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 總之 這群人到現在 都還沒有排入去打 所以這群人 當然對這個事情 不會 我認識過一群中年的教授 在那裡吵 真的在那裡吵 一群人 中小學老師 教師可以打 因為他們要對學生 我們也要對學生 為什麼不能打 年紀大 我還未到年紀 我又不是老教授 我對得教授 又不可能是年輕 那怎麼辦 好了 復必泰就來了 從抗拒到接手 陳時中由綠轉學 好 這裡或者我暫停 剛才說到的文條 我有一個圖表 就是另一個 我們看看這個圖表 這個是由台灣民意基金 就是和謝功剛才說的 不同的 這裡大家看到了 其實三條線 都是針對小英的支持度 認不認同的 從2010年來 大家看到 認同的是高於不認同的很多 灰色最下面那條 不知道 就是沒有意見的 紅色那條線 就是不認同小英的 綠色就是不認同的 綠色就是不認同的 你看到到六月的時候 就是卡差點了 到現在呢 不認同 其實都低了一點點 但是呢 認同的更加低 這個走勢來講 到下一次的話 會不會呢 綠色更加低 紅色的會抬頭呢 這樣 至於這個死亡交叉 現在還沒有 因為死亡交叉 所以 會不會說 在下一個月 又會有一個交叉 之後 再會有一個 就是 紅高 不過都接近死亡交叉 46對41 差不多了 因為呢 這個差距來講 其實 在統計學來講 其實呢 可能呢 真的相差無數 因為你增減3% 那就是 只差一兩個點而已 所以 這個如果勉強來講 這個都算是死亡交叉 其實如果在我們說 是很大可能 其實是兩者持平的 可以看到 就是 我們的差距 其實在去年來講 差距更大 現在是收窄窄窄 是相反的 好 這一個 我們講完了 那剛才 我們講到 復必泰 好了 復必泰在早期 就是 在 這個 郭台銘在那裡 就是說 我願意捐贈 500劑的時候 你看看 那些錄影的人 怎麼說 立委王定宇 在5月22日 在面書就這麼說 他說 夢見香港一批 750萬劑的 福必泰 打了100萬劑 還剩下640萬劑 他說 名為 福必泰是 中國 復星 醫藥和德國的 雖然是資金上面 合作 技術上 其實完全沒有 我相信 香港的觀眾 都知道 好了 以前 時代力量 現在無黨籍的 台北市議員 林詠盟 在5月26日 怎麼說呢 他說 宣稱 上海福必泰是 德國製造的輝瑞 不是蠢 就是壞 又是國民黨 一貫的 偷換概念的戰術 根本就是 意圖混淆視聽 就是說 國民黨造謠 這是大陸製造的 大陸製造的 好了 那就是 有一個陸營 這個電台主持 叫招堂哥哥 叫陳嘉恒 在8月9日怎麼說呢 他說 環視有不少藍營的支持者 和政治人物 是混淆視聽 上海福星的福必泰 是等於德國的原廠的BNT 就是說 招堂哥哥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還在造謠 你說兩個是 你們就 根本就不是 就是 復星根本就不是做復必泰的 復必泰 一直以來強調 復必泰是德國原廠做的 但是這個招堂哥哥就說 喂 根本就是一樣 就是你們大陸 大陸出的復必泰 和德國的復必泰 其實就是一樣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你藍營 不要將它混淆視聽 就是你所謂德國的復必泰 其實就是大陸做的 好了 網路媒體 這個放言的Foundmedia 在5月26日說 復必泰疫苗真的來了 你會去打嗎 或者敢打嗎 台灣人請靜下來想一想 別秘有心人左右情緒了 現在告訴你 真的要打嗎 塞了車 直接來 當機 有190多萬元預約 好了 我在這裡不厭其煩 引述這個陸營對這個 反復必泰的言論 因為由這個總統到行政院長 或者到一些陸營的支持者 都是根據剛才說的話 是不斷演變的 就是將復必泰是大陸的藥 就不是德國的原廠藥 總之呢 上面 因為這隻藥 有些就說 是德國 拿去大陸 在大陸再包裝 也有 在大陸生產 總之什麼都 總之呢 你不要去台灣人述 我看到有些香港 有些社運界 都引述這些說法 所以就是我們不厭其煩 拿回陸營說的 我不明白 香港都打了復必泰 打了一年多 你這些社運界 你還可以跟他們台灣 那些白癡來講 好了 這樣呢 現在就證明了 我們再說 經過多番努力接合 我國最近終於取得了一批 印有復必泰的中文字仰的 這個BNT 新冠疫苗 儘管是該批 二百萬劑的疫苗 原先是計劃 這一批 這批疫苗 本來就是 大陸這個上海復星 引進來 因為大陸打第三劑 打第三劑 因為大家都覺得 國藥和科興 好像沒什麼了道 如果第三劑打復必泰 可能效果會更加好 但是送到大陸的時候 大陸就是 文件送過去 如果我批了他 證明我們的藥不行 所以老虎都不批 所以這二百萬劑 當然不能進口 所以土耳其就說 如果你不要 就不如給我 跟著一下 是說一千萬劑 一千多兩千萬劑 大家都聽到 你有氣單 大家就搶著要 現在兩百萬劑 其實呢 一百五萬劑 其實本來不止 有五百萬劑 郭台銘聽說 有五百萬劑 但對方 揮水邊 就要求 你三個小時 你要立即和他回覆 郭台銘就立即找台積電 台積電 就跟陳時中說 趕了三個小時 趕了三個小時 才說 好,你進來吧 三個小時 由五百萬劑 跌到剩下兩百萬劑 即是說 其他有三百萬劑 已經被人搶過去了 我們說夠了 這麼快 不要緊 我再說 好 好了 變成195萬劑 即是台灣買了下來 在台灣高層極力爭取之下 成功取得了這個疫苗 美國有些媒體分析 北京當下 擔憂人民對自家的國產疫苗 產生疑慮 所以遲遲就不批准BNT疫苗 剛才我說了 所以唯有燒其道 所以土耳其又爭 台灣又爭 在其他地方 其實是拿了合約 復必泰那邊 BioNTech那邊 遇到一批藥 但這些藥 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在缺緊 你不要大把人要 大把人要 所以並不是說 運了去大陸 大陸不要再出回來 這些藥 沒有入過口 都未出過廠門口 台灣爭取了195萬劑BNT疫苗 在8月底 就會抵抵台灣 明天是31號 所以陳時中在25號就說 他說 尚未掌握到貨的進度 標籤上有中文復必泰的字樣 經過審診考慮之後 防疫是目前唯一的考量 是否安全有效 疫苗裏面的內容物才是重點 抵抵之後 經過食藥署檢驗之後 封 他們再封多一次 所以達到要求 就會開放使用 陳時中說完之後 外界有很多議論 台北市市長 柯文次就說 他說其實 白老百姓關心的是 瓶裏面的疫苗 他說 陳時中 你早知道今天又何必 沒錯 在陳時中說前一天 有民進黨高層姓羅 就說 大家都罵他們 你問民進黨 為什麼 因為復必泰的三個字 你就要擋了這些疫苗 半年 因為陳時中說過 他說我們要入口 不可以有復必泰 即是不可以用中文 也更加不可以用中文 所以本來在八月 其實 六月已經有了 八月應該有了 現在應該在打BNT 但是因為陳時中說不可以用中文 所以把所有原來已經包裝了中文 就要改回所有的 改為英文 所以一直推遲到九月尾到十月 才有 國台銘和台積電 和這個 遲制買的一千萬萬劑 由九月底十月才開始 會運進來 所以已經遲了 好了 現在有八、九十五人 先頂住 但是補充一下 其實上星期四 民進黨的高層都走出來說 我們從來沒有說 這幾日子不准入口 你不要說我們用這個卡 但是到星期五 陳時中 為什麼要跟台積電 開會開了三個小時 原來就是因為這幾日子 到最後壓不過 可以進口 陳時中說 我們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批准 去有這三個字入口 喂 你還不承認 前一星期四 你那個高官 你還出來說 政府沒有說過 有這三個字不能進口 陳時中 星期五自己說的 這些就是意識形態類人 對吧 在現在這個年代 硬過一定流行的 你講完些話 有人拆出來 不會 不會 你講完之後沒有人知道 但是 以民進黨今天的民望 就要拆出來 你說完之後 他的民望仍然保持到48點多 對 高端 大家現在 特別在台中市 有六成預約 就是不去的 其他人來說 都很高 但沒有台中市那麼高 為什麼 剛才謝公說了 本來應該是八月頭 或七月底 八月頭已經到 為什麼一路不讓他入 拖到現在 就是因為 因為要高端 對 因為要保護高端 最初的意念 就是高端夠全民 但最後變成全民夠高端 好 那 夜眉哥都不說了 我們 上一會 第三節 我們集中說 反客 現在再說多一點 行政院 推出五倍振興券 最初就說 就好像上一次的三倍券 即是說 你要拿一千元來 現金你拿來 然後我給五千元的 代用券 一個振興券 即是說 你必須有一千元 首先 你沒有一千元 你就拿不到五千元 當然是被人扔 我現在是沒有錢買 沒有錢 我買不到 怎麼辦 即是很多人 連一千元都拿不起來 那最後 就說 我聽取民意 你拿不起來 那些 即是貧困戶 政府代理出一千元 但也會被人罵 結果很多民進黨 就聽到民意 紛紛跟小英說 不行 我跟蘇貞昌說 蘇貞昌不理我們 去理我們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 即是不理 我就不用拿一千元 但謝功說 為何張三 他不用錢 都拿到 謝功的身家 我多一百萬 為何我就要拿錢 即是說 蘇貞昌根本就不理 你說什麼 你窮人 窮的人 我跟他代表出 但都是不聽民意 所以那些朋友 就走了 跟小英說 是你才能按得住 所以蔡英文就抓了蘇貞昌總統府 在裡面說了什麼 不知道 總之出來就說 其實也好 大家都不需要付錢 總之你五千元代用給你 聽民意 其實很簡單 不是 是民調 銀院長 我們民調很差 你搞一搞 想一想 我們民調就會升 好了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回以前的事情 我們說一下 會發放這五千元的贈興券 是怎樣來的呢 他分開有十二張 有三張是一千元 有三張是一千元 五百元有兩張 二百元有五張 即是你拿著一堆的東西 那就可以去店裡買東西 帶著問題 好了 那我們就說了 那 我為什麼這個題目就說 你真是淘汰你那些大的財團 即是那些小攤販 或者商戶 就是虎虎虎 那張三麵當 一碗麵是五十元而已 我楊春麵也是三十元而已 那我當一百元 我當一百元 那我最低限咬的張就是二百元 你要兩個來吃 是 借公借老太兩個一起來吃 那晚我只要一個人 那我拿著一張二百元券 那怎麼辦呢 吃不到兩碗 因為呢 就是這樣可以 找一百元給你 是嗎 是犯法的 原來的法律規定 就是你不可以強迫 那個商店的護主 就要找零 即是找找給你的 即是說 你可以吃完八元麵 你扔下二百元便可以 但你就不可以告訴那個老闆 你找找一百元來吧 這樣是犯法的 是 所以我們說 你只是強迫你一些大財團 譬如 超級市場那些便可以 那我街市便沒有用 我買菜便不能用 對 買菜或者夜市 你想掃一下夜市 那些便不可以 50元一碗排骨湯 你拿著二百元那張代物券 都是沒有用的 是吧 除非你夫朋友 有幾個人去吃 或者你一次喝四碗 所以就是說 根本 你又這樣說了 難道你叫他印10元 20元那些 你的印刷費便大了 是吧 因為現在你只是純印刷費 都去了23億 這個23億還未算 運輸啊 發放 譬如你經過油局 或者經過超市 或者經過寫品 他經過包裝 即是印刷之後 還要包裝 那已經是 雙問題就是 什麼呢 公務員進去監倉裏面 和囚犯 看了囚犯 對 監督 監督囚犯 做包裝 那些公務員進去 原來是沒有OT的 好了 這些是否有錢 運輸你便要錢 好了 你將這些代券用完之後 對回現金之後 這一集剩下來 這一集變成廢紙 你要處理它 又要錢 還有一樣 我要核對的 不是你送一百張 我只有一百張 登記一百張 就算 所以這些是 我要核對的號碼 是不是發錯 是不是真的 所以這些成本 加加賣賣呢 去到多少 去到百多億的 喂 百多億啊 大哥 如果將這百多億 分給領見的人 其實每人都可以分幾百元 不是啊 我只是去買福必泰 我買福必泰 都夠打了這麼多人 所以有些人就說 喂 為什麼你 國民黨 你發現金 大哥 好像香港那樣 發現金也好 你就算是 再差一匹的 電子消費券也好 起碼你 不用做這麼多紙張 還有你不用那麼多人 分法 不用那麼多人處理 不用那麼多人運輸 其實是省很多的 但是呢 就是 總是喜歡 就是 你的官 是喜歡做這些事情 所以呢 那 沒有辦法了 所以 現在將會在 十月份 應該是開始發放了 九月呢 應該開始登記 嗯 所以現在這個 這樣的 五倍券 地方上面有 跟上一次的三倍券 就是一樣了 地方上面又會發些什麼 農友券 不知什麼 不知什麼 很多古靈精怪券 就是自己地方政府 或者一些不同的部門 會發一些很多不同的券 有些是 有些要抽的 要抽獎抽到的 譬如我 有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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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張 每張面額是二百萬的 那麼他們又自己各自 政府門自己會搞這些 金門呢 我只送五 每人就送五千元現金 即是 你中央政府還中央政府 我自己地方政府 我就 我給現金 給五千萬 那實在成皮 挺好的 哈哈 那五千元現金 你那五千元是代用券 有五千元現金 五千元代用券 大哥也好 其實呢 我說起五千元 好像很多 但你除了港幣 其實只有千多元 不是很多 搞到這麼大堂 也不是的 你吃便當 因為兩餐夠你吃一個月 是 在我們香港人眼中 你五千元就很少 一千多元 是吧 我們一手 抄襲 現在仆街 也有五千元 所以呢 即是 出手太低了 國民黨有些說 喂 給我一萬 大哥 一萬有多少錢 就是二千多元 所以呢 即是 你洗其他 都洗了那麼多 甚麼所謂 洗些東西 下一個 下一個 馬上再給我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